正是因為從一九九九年到現在已經過了二十五年了 已經四分之一個世紀了 很久了 就民進黨還繼續停留在那個時候的訴求 這不是很令人覺得很驚恐嗎 尤其是兩岸已經兵凶戰圍到這邊 剛才撿的那段三案的話 各位沒有覺得過去二十幾年來聽民進黨的所有野台場 幾乎都是這樣講嗎 臺灣是我們的母親 母親 因為臺語我不是很會講 我們一定要擁抱他 我們一定要愛護他 一定要偉大的母親 我們要向你致敬什麼的 你這個有必要在今天 你的百分之四十 鐵板一塊 那些人打死 不管臺灣缺電 窮到什麼程度 所有小孩子都到戰場送死 這些人都會繼續投你 你還需要對他們訴求嗎 今天賴清德的要在五二零就職演說 他的目標是什麼 對外 美國已經表示對他的支持了 所以他的最重要的訴求對象是要緩和跟對岸的緊張嘛 所以你要有一些話是針對對岸來喊話的嘛 八年前的蔡英文懂得這些 結果八年後的賴清德 你為什麼不懂呢 那第二個 你對內來講 你今天是講去給你臺獨派這個心理爽快的時機點嗎 你那個野臺場 你已經不曉得講了幾千百場了嘛 你講那個臺灣了不起 我們擁抱他作為我們的偉大國家什麼的 這個你們的所有的競選場不斷在放鬆 你講了二十五年了 你今天可不可以講一些對於百分之六十 沒有支持你的人心裡可以安全安心一點 不會覺得說我們臺灣因為真的選舉制度有問題 我們這個民主有缺陷 所以我們少數總統就可以凌駕 在我們多數的民意下 然後立法院明明我們已經掌控了國會的多數 已經反對你民進黨的很多的主張了 讓民進黨不洗用暴力 用血血 而且還要用群眾來威脅 這些多數黨的立法委員 剛好兩位坐在我旁邊 希望你們明天不要害怕 還是要堅強的守護主席臺 還是要堅強的守衛下去 我的意思是說你臺灣 你還要鬧到怎樣 結果今天該是五二零就職 你應該要訴求的對象 一個是緩和兩岸關係 你沒有做到 你把他當成民進黨的選舉場 講的就是李俊逸給我證明 二十五年前以來 民進黨一路講來的話 那你有任何善意可言 你有任何善意可言 你有任何的改變可言 你有任何的大格局可言 沒有啊 然後呢 對於內政的部分 如果說我們排除掉立法院 跟排除掉兩岸關係 百分之六十民意 最不滿的就是你能源政策 就你能源政策今天講什麼 有沒有任何承諾 對於核電的問題 沒有他只有講說我們仍然要倡導多元的綠能方案 然後他又保證不缺電 問題是誰會相信你 剛才甄宇講得很好啊 不期不待啊 誰有辦法期待 因為蔡英文已經講我們不缺電 不漲電價 講了八年啊 結果都是騙啊 全面一場空啊 既又缺電 然後又漲電價 桃園已經停電 停到爆了 然後新北市也開始停電了 現在馬上接下來就要輪我們臺北 我們現在還沒有熱呢 這幾天還老天保佑 我們還沒有過三十度 等到我們三十八九度 所有的人都要冷氣全開的時候 你看看你會不會掉電 的確我們希望聽到賴清德 以一個總統的高度 做全民總統團結 臺灣那樣的高度 講出一些話 可惜 真的非常可惜 今天我們聽到的是熟悉的賴清德 在選舉場合講的熟悉的話